全巡航之法 美国宣布 以违反防止武器扩散机制为由 制裁五家中国企业 保利科技公司发表声明 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表示 美国此举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 外媒报道 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 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 印度昆梅拉捷大批信徒 齐聚盛河沐浴 4000人压爬火车站天桥 导致猜踏近80人死伤 挂牛头卖马肉的事件 锅集欧洲多国 牛肉掺甲肯定已经长达半年 英国媒体声称 国际犯罪集团 涉嫌参与造假事件 今天是大年初二 逛庙会打树花放面火 各地不同的民俗共鸣新春 寄托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全球新闻中国报报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新闻节目 春节期间 中国海间钓鱼岛巡航编队 赴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 进行了例行的维权巡航执法 我们来看报道 2月10号大年初一一清早 中国海间钓鱼岛巡航编队 在指挥船海间武林船的率领下 自北向南进入钓鱼岛皮联区 沿距离钓鱼岛主岛大约12.5海里 逆时针绕岛进行例行的维权巡航执法 本次巡航编队由中国海间的50-5166-137 四艘海间船组成 这也是在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 传统节日春节期间 中国公务船首次在中国钓鱼岛海域进行巡航 这个巡航主要是打破日本 对钓鱼岛的长期的时效控制 然后也繁殖日本共同 自去年9月份以来吧 东海指挥部的话 在国家海洋军总指挥部的领导下 组织了8条船 12年是9个航次 那么13年的话 这是第4天 加上吹这个航次的话 是第三个航次 巡航编队首先在指挥船 武林船的甲板上 进行了升级仪式 海间队员们在新年的第一天 在中国的钓鱼岛海域 向中国献上祝福 那么在这里我代表 这个编地的各条船上的 海监队员以及吹行工作人员 向祖国人民拜改年 祝祖国人民安康幸福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强生 尽管当天受到寒潮的影响 钓鱼岛海域的海况较差 但是海间队员们 还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保持编队队形和航速 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 进行维权之法 现在我们的编队航行在 钓鱼岛正南方向 约12.6海里处 也就是在我们的正北方 就是中国的钓鱼岛 今天海上的风浪比较大 同时能见度也比较差 但是通过我们的另外一台机位 还是可以拍摄到 钓鱼岛的轮廓 巡航时海上的阵风 已经达到了7级以上 海浪也是三米多高 海间船的摆动角度很大 我们前方报道组的记者 和不少海间队员们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运船呕吐反应 尽管如此 巡航编队还是按照统一部署 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 进行了力行维权执法 宣示中国主权 并且行使了行政管辖 执行这次维权执法的巡航编队 由中国海间的505166137船组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四艘海间船 担任本次巡航编队指挥船的是 中国海间50船 这艘船2011年7月入列 船长98米 宽15.2米 排水量3980吨 最大航速18节 续航力达到8000海里 可以搭载直久直升机 海间50船在2011年11月18号首航 数3000吨级海间船 即巡航执法与海洋调查为一体 是中国目前综合能力最强 设备设施最先进的 多功能大型中远程海洋监察船 去年总共出海了230多天 那么应该说我们去年海间船部的重大任务 武林船都参与了 实际的那个账载情况和航向 应该说我们船应该8到9 抗风能力的单导 海间51船全长88米 吃水3.5米 续航能力6000海里 全船自持能力可以达到40天 最大航速达到每小时20海里的海间66船 是目前巡航编队当中速度最快的船 续航能力为5000海里 3000吨级的海间137船 是由海军东海舰队830号托船改舰而成 2012年11月正式入列 是巡航编队当中的新兵 自2012年9月 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 实行常态化巡航以来 中国海间巡航编队 已经先后十多次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 进行维权执法 而在新的一年当中 中国海间巡航力量 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中央对各个方面的工作 已经开始加强了 比如说新造的船舶 增加的飞机都开始了 新的造船也开始了 各种设备都在加强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9号 以违反防止武器扩散机制为由 宣布将伊朗叙利亚等国的 多名法人和个人 都洋溢着浓浓的新年纪分 从北京的庙会到新疆的热舞 从进中腹地的设火 到塞北小城的绝活 各地不同的迎新民俗 寄托着人们对日子的真诚 和对未来的期许 北京地毯庙庙会 以地道民俗 传统民间 多彩民俗 这三大特色闻名 每届庙会都要吸引上百万游客 访清基地表演 是历年地毯庙庙会的重头戏 近200人的表演队伍 及歌舞乐三位一体 再现了清帝及文武百官 三败九寇 祭地祈福的灰宏场景 在庙会上 还可以观看热闹有趣的 天桥民俗绝活 欣赏精彩绝伦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这两天 中国刀狼文化之乡 新疆阿瓦提县 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 当地上万名各族群众 不论男女不分老少 人人身着节日的盛装 一起跳起麦希莱府 喜迎新年的到来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 我们要一起跳起 麦希莱府 庆祝我们的美好生活 每年正月初一到十八 山西的民间社会表演 往往是人情最旺的地方 在民间八音会的配合下 被誉为无言戏剧 空中舞蹈的 清徐悲棍热闹上演 每个棍子都是一厨戏 是别个 就是那个包裹案里面的 那个立马换太子 这个是咱们 四大民族里面 红楼梦里面的 刘姥姥叹亲 我的这个就是那个 木骨眼逛岁 为了闹黄黄 我们每年都过来牛 在河北玉县 有五百多年历史的 打树花 吸引不少远道来的游客 头戴草帽 手持特制木勺的树花艺人 把融化了的铁水 从熔炉中倒出 一勺一勺 泼洒在冰冷的城墙上 铁水飞溅 形如一棵绽放着 绚丽金花的大树 光耀漫天 让观众叹为观止 这种树花 那种震撼的感觉 比这个焰火丝毫的不差 云南失踪 熊碧镇的遗族同胞 每年春节都要举办 奇特的榜山花子民族活动 一大早 村民就上山 扯来过山龙藤草 从头到脚 过得严严实实 最后还戴上木质面具 当所有的猴子 都捆绑完毕后 就向村里进发 村民们敲锣打鼓 迎接着神猴的到来 举行祭献仪式 祈求来年安居乐业 风调雨顺 大年初一 厦门和金门 第七次 共同举行焰火晚会 夏京海域的夜空 被焰火 装点得格外绚丽 凄惨的烟花 如同金蛇 在空中争起斗艳 这边绽放起 一团团绚丽的牡丹 那边三只俏丽的小蝴蝶 翩然起舞 两边遥相呼应 互助新春问候 今天中国新闻 在各地节目组 来到了动画大片 功夫熊猫的取景地 四川省都江艳势的 青城山 领略明文天下的 青城派武功 探访神龙大侠的真面目 品味天府美食当中的 青城武雀 我们来看报道 南武当 少林 峨眉红佛法 探本上青城 青城山作为中国道教圣地 世界文化遗产 更是中国古代 武术四大门派之一 青城武术的发源地 在渡江夜 青城太极 是全民普及的健身项目 青城武术的掌门人 刘随斌 带领他的弟子 给我们展示了 精彩的太极功夫 美国大片 功夫熊猫 你一定看过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在这部大片当中 阿宝 也就是神龙大侠 他所使的 就是青城功夫 2008年 好莱坞梦工厂 工作团队 特地来到大熊猫的故乡 四川成都采风 并在青城山 找到了无数的灵感 也最终成就了 功夫熊猫二的诞生 记者特意来到 都江夜熊猫谷 为的是一堵 功夫熊猫中 神龙大侠阿宝的 创作原型 熊猫公仔 这就是公仔和他的好伙伴 奥运熊猫 盈盈 好 现在这个是公仔 对 公仔 来 盈盈 来 他欺负他 哎呦呦 真的是一发掌 我能感觉到 他都是很敏捷的 其实都江夜青城山 除了功夫 太极和熊猫 更是少不了美食 走在青城后山 泰安古镇的青石板路上 可以看到家家户户屋檐下 悬挂着色泽红润 令人垂涎欲滴的老腊肉 当地每当逢年过节 或是家里来了贵客 都会在饭桌端上这道菜 除了青城老腊肉 在当地还有哪些特色美食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蒸腊肉 这个是蒜苗炒腊肉 另外呢 它旁边的这四样 这是在青城山赫赫有名的 青城四角 冻天如酒 青城泡菜 还有青城供茶 白果炖鸡 那今儿呢 毕竟是过年嘛 我在这里呢 我也借着这个 冻天如酒 来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春节愉快 身体健康 今天是藏力水蛇新年的大年初一 在西藏青海等地 藏族群众用传统的方式庆祝这一隆重的节日 我们来看报道 一大早 一大早 记者走进西藏拉萨拉鲁社区的扎西平错大书家 一家人正忙活着穿节日盛装 这是只有在重大节日时才穿的衣服 在前一天晚上 家里已经供上了切玛 里面放的是青柯 三八等粮食 上面还插着青柯碎和苏油花 这是代表五谷丰登的 家里来客人时会请他们吃切玛 送上新春的祝福 在一切都准备好后 团圆饭就开始了 按当地风俗 全家人要护制新年的美好祝福 青海御寿节骨镇经过三年重建 已经重现繁华 居民戴松家在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从水井里挑来了新年第一桶水 这水在当地人看来最为圣洁清甜 用它洗漱后 能在新的一年里面去许多灾难 今年第一次住进新房 你也看到了 我家装修好了 一家人在一块过个年 拖个热闹 拖个快乐 觉得蛮幸福的 今天四川阿爸 又有不少刚刚定居下来的藏族牧民 在新房子里度过了藏礼新年 云南嫡庆的藏族群众 在香格里拉县的广场上 与汉族 纳西族同胞 欢聚在一起 庆祝活动上既有 藏族传统的锅庄舞 又有汉族传统的锅庄舞 今天晚上八点 香港在维多利亚港 举行贺岁烟花会员 现场吸引了数十万 经常的故事里有个泥 当机会上不说迷离 几度未言无间 要开出117组列车 高铁白天开 那检修呢 就只能晚上进行了 本台新春走继层记者 带着您去检修车间 看一看 每晚八点开始 跑了一天的高铁列车 都会依次驶入检修车间 接受体检 40岁的甘志烈 干铁路工作快20年了 今晚他负责检测列车的 车身和车底 刹车片是列车 最容易损耗的零件 刹车片的厚度达不达标 经验丰富的干师傅 有时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你还要看到呢 打个插标记 等下报告 干师傅说 一辆列车的检测 通常有六个人完成 两人负责车身和车底 两人负责车顶和车内 其余两人作为机动应急帮忙 在更换刹车片的现场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细节 每当更换结束 质检员验收完毕 会用粉笔在车底 写上一个人字 然后技术员上前验收之后 会在人字下面加上一横 最后工掌验收 再在下面加上一个口 成为一个合格的盒子 这样的过程 大家叫它盒子验收 在我们的印象中 给火车检修是个熟练活 能干这行十有八九 都是三四十岁的老把式 可在高铁的检修车间 我们也发现不少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这个90年出生的小伙子 名字和网上流行的 原方一个读音 而他的工作 果真就是看 原方今晚的任务 是负责检测车顶 车顶是列车动力部分所在 检查对象 包括受电工 天线和高压电缆等 你像你的工作 就是拿这个电筒 四处看 那你是怎么看 你的这个工作的呢 我这个 找出故障来了 就很有意义了 我跟你讲 真的 对 你觉得你现在 这么小的年纪 你干这个工作 就要求这么严格 跟这个工作 你能不能让一下 心里来做吗 有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可以 你不要全部看 在车间和原方年纪一般大的 有112人 占到了检修人员总数的近七成 从列车的机械检测 到电脑检测 他们能里能外 个个都称得上是多面手 虽然工作需要咒服夜出 通宵干活是家常便饭 但这群小伙子耐得住寂寞 哪怕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他们也劲头十足 明明年纪轻轻 他们却说 自己是中国高铁的第一代人 很少听见有人这样说 而且像你这么小 八九年 不小了吧 就成为高铁第一代人了 因为这边广铁的话 是09年开的嘛 那个动作说 我是100过来的嘛 所以说我可以说 是高铁的第一代人 是不是 很自豪 对对 很有自豪感 春节期间 新闻频道继续街头采访 记者分别在深圳 成都 重庆 上海 广州 北京 沈阳这几个城市 对老年人的生活进行了调查 问问他们最需要什么 又最害怕什么 从老人们的回答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不同城市间的文化差异 和老人们对生活的不同态度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深圳的老人怎么说 上午那个老天活都吃饭 玩麻酱嘛 下午就上这边了 那您现在就想要什么呀 现在就要身体健康 精神快乐 就要这两个权利 你身体健康 精神快乐 行吗 要啥 给你一个大楼 你还能 累坏了 天天收盘 你累坏了 你这都好 你续低落的时候有没有 也有啊 不可能没有 是因为什么事呢 怎么说呢 就由于 这个孩子嘛 总是有些死能超新的吧 像我那个孩子 大年青年到现在 还没有成家 学历太高 有时候真是不好找 而且现在的男人怎么了 现在男人都在花瓶 找花瓶 别人找很有内秀的 很有那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玩感 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什么也不去 什么都很好 现在这个社会太好了 那您最害怕什么呢 害怕生病 我在七年前 想那个五十多斤的笔 就最多想七十个字 就想得很累了 我现在想一百多个字都不累 那您现在最想要是吗 最想要就是健康嘛 下字下了超过十年 我说如果联发站 看不到我下字 说明我就死掉了 我有这样的决心吗 天天这里下字 在这个咱们这福利院里边 住了多长时间了 九年了 八年长了 您现在就想要什么呢 那您现在有什么害怕的事情 没得这么好怕 我想要的就是说 能登上深圳的舞台 那个正贵人 给我两分钟的演出就行了 今天是大年初二 一年到头总会有一个不变的东西 在等着你 正是当你意识到生活中有很多 其实还不变的 你才能去扛得住 每天的那些变 一个表达敬意的舞台 为这些好人 树碑力转的一个舞台 质朴的 淡淡的 带着一种圣洁感的 CCTV感动中国 颁奖圣典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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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我 我是你儿子 我没带钥匙 我 我不认识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爸的记性啊 就越来越差 列入制裁名单 其中包括了中国有关公司和个人 涉及的中国企业是 保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背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大连经贸公司 LIMMT 美国当局声称 这些企业的行为 涉及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巡航或弹道导弹 按照规定 美国政府将不得与被制裁企业 有任何贸易或技术往来 同时被制裁对象 也不得购买美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针对美国的制裁 今天中国的保力科技有限公司 发表声明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保力科技有限公司表示 公司是合法注册和经营的中国企业 几十年来 严格遵守中国法律 以及中国加入的相关国际法规条约 依法经营 从未帮助过任何国家或地区 发展违禁武器 也没有向任何受联合国安理会 决议制裁的国家或地区 出口或者是承诺出口 违规产品和技术 保力科技有限公司表示 美国依据其国内法律 对我公司实施制裁 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 我们强烈要求美国尊重事实 立即取消对我公司的制裁 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今天表示 美国援引其国内法 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 损害中方利益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说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错误作法 撤销对相关公司和个人的无理制裁 停止做损害中方利益和中美关系的事情 他表示 中方致力于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 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与国际接轨的 出口管制法律和措施 并且严格有效执法 成绩有目共睹 中美应该在平等互利 相向而行的原则基础上共同努力推进防扩散领域的务实合作 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相威胁和损害对方利益 我们再来看 日本独卖新闻9号报道说 2012年中国的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 而美国彭博新闻社就说 这是中国挑战美国在二战结束后 取得全球商业霸主地位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来看报道 根据美国商务部8号发布的贸易统计 美国2012年的商品贸易总额 比前一年增加了3.5% 达到约3.82万亿美元 而根据中国海关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 中国2012年的贸易总额 约为3.87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6.2% 已经小幅超越美国 其中出口额约为2万亿美元 进口额约为1.8万亿美元 增长4.3% 另外根据渣打银行7号公布的 人民币环球指数 2012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量 增加了50%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专家称 2007年以来 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 因此中国超越美国 并不是因为币值大大被低估 导致出口激增 此外高盛公司资产管理部主席奥尼尔评价说 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 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最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 按照这样的步伐 不久以后 许多欧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 将超过与欧洲双边合作伙伴的贸易 对于国际贸易的计算方式 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 上个月的16号在巴黎贸易峰会章中提出 在国际贸易新标准当中计入附加值 专家就认为新的测算方法 更能够反映出中美的贸易现实 那么按照新标准来计算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规模将不会显著变化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将会骤缩 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顺差将会大幅度的减少 由此美国所谓中美顺差太多 造成贸易压力 借此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保护措施 就没有理论根据 金河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表示 在新的贸易标准下 人民币汇率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当前重要的是要建立更好的国际金融秩序 消除贸易壁垒 使各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再来看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的报道 安倍政府计划向菲律宾捐赠新造的巡逻船 用于帮助菲律宾提高 对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海域的监控能力 报道说每一艘巡逻船的造价达到了1100万美元 但是并没有透露日方捐赠的具体数量 我们来看报道 这一专政计划 是日本对菲律宾发展援助项目的一部分 日本政府将在2013财年的财中预算中 为该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日飞关于这一计划的正式合同 可能会在明年年初签署 此外 作为增强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合作计划之一 日本海上保安厅还计划为菲律宾和越南进行人员训练 在日本2013财年的预算草案中 日本政府已经拨出25亿日元约合1.67亿人民币用于这部分的开始 法新社指出 日本和菲律宾越南均与中国涉及海上领土争端 安卑政府此举动机不纯 在上个月 日本外姓岸田文雄曾出访菲律宾 他呼吁加强日飞关系 以应对地区局势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韩国政府高层人士今天就朝鲜进行第三次核实验的可能性表示 本周将是最为关键的一周 韩国政府正在对朝鲜核实验的各种征兆进行严密的监视 这位人士表示朝鲜到底何时会进行核实验 只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知道 但是如果朝鲜考虑到与韩方下一届政府的关系 很有可能会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抓紧进行核实验 朝鲜统一新报8号报道说 美国和韩国指责朝鲜会进行第三次核实验 是妄加揣测 对此这位人士表示 这只是一种欺瞒战术 韩国和美国军队近日在韩国进行联合冬季训练 大约400名韩美两军的士兵参与训练 最新公布的画面显示 本月7号在零度的严寒之下 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身着滑雪服 在雪地当中一边滑雪 一边进行各种实地演练 当天韩美两军还除去上衣打雪仗 以锻炼彼此之间的合作精神和意志力 韩国军方表示 本次冬季训练是韩美两军首次进行冬季联合演练 本次训练的滑雪场地 位于首尔以东180公里处的平昌 这里也即将成为2018年冬季奥运会的场馆所在地 我们再来看 印度警方今天说 印度北部城市安拉阿巴德的火车站 10号发生了踩踏事故 造成了至少36人死亡 39人受伤 其中三人伤势严重 事发之后 印度警方和当地的官员赶赴现场 组织安排善后事宜 但是现场民众对救援并不满意 我们来看报道 10号当天 大约3000万名印度教信徒 那上百万人口的安拉阿巴德 参加宗调节日昆梅拉姐 事发当时 有近4000名参加完当天沐浴活动的信徒 拥挤到火车站 两座站台间的一段天桥上 天桥最终不堪重负 发生局部 随后人群开始慌乱 最终导致踩踏事故 医院方面表示 大多数死者是体着年迈的女性 包括一名八岁女童 一些死亡者的亲属抱怨 救援人员大约 两个小时后才开始施救 而且救援现场只有一名医生 目击者表示 当时车站里有五名伤者 是因抢救不及时而最终死亡的 印度铁道部长说 因为现场交通拥堵严重 官员们抵达现场确实较迟 目前警方已经辨认出了 二十多名死者的身份 并设立了急救小组 印度昆梅拉节又称大胡节 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宗教集日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为期两个月的节日期间 将有数以千万计的信徒 聚集到恒河与亚穆纳河 这两条印度教圣河交汇的地方沐浴 而此次采大事故也提醒当地政府 在三月末节日结束之前 需要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 以防惨剧再次发生 二零一零年的大胡节 曾发生过两次采大事故 共造成十四人死亡 再来看 法国官员10号说 法国有关挂牛头卖马肉的事件调查 将于13号取得初步的结果 同一天法国零售协会宣布 包括加勒福 欧上在内的六大零售商 已经下架了深陷马肉风波的 两家企业的食品 等待调查结果 马肉风波目前已经波及到了 爱尔兰 英国 法国 以及瑞典等多个欧洲国家 英国环境大臣欧文就表示 未来几天可能会在更多的肉制品当中 发现马肉成分 我们来看报道 欧洲冷冻食品加工和供应商 芬德斯日前宣布 在法国 英国和瑞典 召回多款冷冻牛肉类食品 因为其中减出马肉成分 部分产品甚至百分之百肥马肉 芬德斯公司发表声明说 从其原材料供应商 法国肉制品加工企业 可米吉尔公司处收到信件 显示马肉污染 可能早到2012年的8月 除芬德斯 英国连锁超市阿尔迪 也在两款自身品牌牛肉产品当中 发现了马肉 其来源同样为 可米吉尔加工之后的牛肉 根据法国商品质量监督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 问题肉源自两家罗马尼亚屠宰场 先后经过荷兰 塞浦路斯和法国的多家供销商转手 最后在一家卢森堡公司进行加工生产 虽然还不清楚从哪一个环节开始造假 但是声明称造假行为显然是受到经济利益的趋势 根据英国媒体观察家报报道说 一些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在马肉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波兰和意大利的黑社会组织 胁迫一些屠宰场和供销商将马肉当作牛肉售卖或加工 从中获利数百万英网 此外马肉风波也暴露出相关国家肉类供应链中间 可能存在一些监管的漏洞 英国环境大臣佩特森此前就表示 这起丑闻的发生可能是由于相关部门严重失职 英国食品专家也表示 食品标准局无论如何都脱不了干系 应当建立更严格的监测体系 美国洛杉矶警方10号悬赏100万美元 抓捕涉嫌谋杀三人的前洛杉矶警员多尔纳 目前多尔纳行踪未明 但是从警方开始追踪不到一周的时间 洛杉矶警方已经相继发生了两起误伤事件 其中误伤一对拉美伊母女的事件 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7号清晨当时还在睡梦中的萨博一家 被一阵密集的枪声惊醒 萨博家住的那条街来了很多警察 萨博家的房顶还被枪弹击中 随后一群警察涌入萨博家 萨博才知道警方正在追捕一名嫌疑犯 萨博说警察当时开了近100枪 萨博邻居家的车库花坛屋顶上布满了深浅不易的弹孔 但是警察很快发现 他们追踪的所谓疑犯 其实只是一对送报纸的母女 并不是他们要抓捕的多尔纳 警方之所以怀疑他们是因为有宪报说 他们的车与多尔纳的车相似 此外他们的车正开往一名高级警官的住所附近 而这名警官正是多尔纳的目标之一 但是母女俩开的是蓝色的丰田皮卡 并不是多尔纳的那辆灰色的日产皮卡 有媒体还披露 当时警方在认定这对母女可能是多尔纳后 并没有喊话而是直接举枪射击 对此洛杉矶警局曾表示 警察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在巨大压力下的紧张情绪所致 目前这对母女因伤进入医院治疗 警方也向他们公开道歉 但是这件事也给萨博心中 留下难以消除的恐惧 电视谈话节目 请来意见不同的嘉宾并不稀奇 但是近日黎巴嫩灯塔电视台直播的一段访谈节目当中 嘉宾现场争吵起来 最后场面失控 还是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我们来看报道 黎巴嫩灯塔电视台8号的直播访谈节目 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个是支持叙利亚总统巴萨尔的萨利姆 另外一个就是观点和他截然相反 对巴萨尔持反对态度的阿萨德 两个人从节目直播一开始就经常互相打断 火药味见浓 双方观点不一 就连主持人的劝阻也无济于事 接下来萨利姆的举动让人震惊 他直接拿起水杯向阿萨德泼去 而且不止一杯 随后电视节目不得不直接切成黑场 被迫中断 在广告回来之后 两位嘉宾向公众道歉 我们再来看 蛇年新春各地的